来 这不是白鸡是新鸯了啊 看起来 大爷 要不要来杯水 不用了 不用了 好嘞 把这杯下手机下承诺 快 好啊 来来来 你为什么还不来啊 不好意思啊 华庄老师 我这一直催呢 联系上了吗 没有 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些人 这么不负责任吗 余经理 他经纪人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这电话还是打不通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说好今晚早上 七点钟现场见的 好 不好意思 余经理 你干吗呀 带我去他家 快给我退 余经理 来 我们起来 喝杯风命水清饮酒 然后我们去现场好不好 我说了 我不去 安安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们也很理解 可算我拜托你了 现场几十号人在等你开工 甲方付了钱 我们不能砸人家的饭碗了 还有 这是我入职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要是搞砸了 我真的就 你们试死成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说了我不去 我失恋了 我心情不好 我还不能哭会儿吗 余经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是人吗 我就不能任性吗 安安 我求你了 我们先挺过今天好不好 我也试过脸 我知道能很辛苦 这样好不好 你先和我去现场把广告拍了 晚上回来 我陪你哭 陪你发泄 陪你喝酒 陪你去打你钱 哪有我都可以 好吗 来 我帮你把鞋穿上 穿好鞋 换好衣服 就去洗漱 然后我们去现场 把广告拍了 懂吗 对 再来 再来 不就是丢个工作吗 再找呀 我丢了我的爱情 我同情他们 你告诉我 谁同情我 你怎么能做 小米 给我们律师打电话 于经理 你冷静一点啊 搞不好 随便你 你真要违约 好的好的 好 我知道了 嗯 好 谢谢 怎么样 程总 备选演员还没找到 这种小演员 不至于做备选的 我也是没想到 好死不死他 昨天晚上被分手 不过于佳恩呢 已经去他家了 看能不能搞定吧 那要是搞不定呢 不急 还有别的办法 这场地 设备 工作人员都只签了今天 能不急吗 每分钟都是签 我们就这点预算 领导们先别着急 等等于佳恩那边的回复 我保证 在不加预算的前提下 把你们的片子做出来 程总 你是怎么能做到 这么处编不尽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 人情事故 往往到了执行层面 事故就会变成事故 应对事故呢 是我们的日常 早就习惯了 谢谢张律师 我明白了 律师说了 你不仅要赔偿我们 直接的财产损失 你还要赔偿我们的 利益损失 你说你也有任性的权利 那就承担你任性的后果 等着受律师函吧 叫没有路子 姐 他 他不去 咱们怎么办呀 找到人了放心吧 离开他 地球也照转 你有没有许可 你很烦人了 你怎么这样啊 你们公司给你多少钱 你这么卖命 我才拿几万块钱 就算赔偿也赔不了多少 告我 费时费力 你们才不会真的告我 对啊 多少钱啊 我几个月都拿不到你一天的丑牢 我卖命 是因为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物财 我卖命 是因为不管钱多钱少 拿了钱就得办事 这是责任 我卖命 是因为你不靠谱 所以我得靠谱 我都说了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们就不能明天拍吗 为什么要逼我 他 才二十三岁 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 为了今天 最近每天都是凌晨下班 本来计划着今天拍完了 可以早点回家的他 今晚还得熬通笑 还得A妈 你心情不好 那他呢 我呢 你四处道歉的金解人呢 现场几十号等你的工作人员呢 我们背后的甲方后供货商呢 谁还不是在被生活掉的 谁还不是陈上海 凭什么你心情不好 就可以不按鬼子走 对不起 我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真告别 因为你不敬业 我心情也不好 你不敬业 白白当腿两小时 佳安姐 你刚刚太酷了 你理直气壮教她做人 在我医疗之中 可你竟然能给她穿鞋 你变了 这就是 终将成为社出的我们本 你不是说找到人了吗 谁啊 我想着 就按苏总说的 我上吧 你上啊 你行吗 那要不你上 别别别 你上 你上 还要不你上 我下词 你下词 我下词